在今天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中英双语的同声传译 方便大家及时了解我们的发布会内容 同时我们的发布会还同步变向全球进行直播 在此我们也欢迎镜头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欢迎你们 现在让我们有请广汽安副总经理 浩博品牌推荐官肖勇先生上台之子 有请 大家好 非常高兴在浩博展台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浩博品牌推荐官肖勇 一箱店穿越了千里的无人区 这本来是我们一次日常的续航测试 但是火爆了全网 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对纯电动汽车的长续航 仍然新陈疑虑 但是呢 又充满了期待 每一次技术的突破 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 成为爆点 而我们负负责 而我们负责传播的同事 这一次讲这件事情 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让大家知道 浩博在科技创新方面 不断地突破天花板的这样的一种坚持 正是这种坚持 以及我们全球的研发体系 制造标准 产业链与领先的科技 赋予了浩博HT 升为全球的实力 上市半年以来 浩博HT已经从中国走向海外 热销东南亚地区 而且会加速进军我们的欧洲市场 为全球的精英家庭 送去超越百万豪车的全新价值 今天穿越无人区 明天我们的浩博HT 必将走遍全球路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2024款浩博HT的上市 首先我们还是想说的是 目前精英家庭 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 会为续航和补能的问题 不得不去妥协地选真程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妥协 因为大数据显示 81%的用户 在使用真程车辆的时候 70%的时间 使用的都是纯电模式 只有长途出行的时候 才偶尔用到燃油车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用电的情况下面 你会发觉真程车 相对来说电池比较小 续航也比较短 所以说它得频繁地 去寻找充电桩进行补能 而用油的状态下 在溃电的状态下 不仅加速乏力 噪音震动大 油耗也会比普通的燃油车 还要高 所以说浩博决定 从用户的痛点 就是纯电续航里程和补能的痛点 给妥协而选真程用户 真程车的用户们 一个新的选择 我们在评估续航里程的时候 我们决定主打真实 彻底的消除用户的里程 焦虑 我们认为 依相它的续航表现 目前我们的续航里程的标准测试方法是 CLTC 而考虑到用户日常的高速公路的行驶 空调的使用 以及在低温状态下的电池的消耗 实际我们要跑600公里 倒推回去 我们测算了一下 CLTC要做到820公里以上 而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 中大型SUV 轴距在2米9左右的 纯电 大概能放下100度左右的电量 而平均的续航 大概也就是700出头 与我们的820公里的目标 存在极大的差距 所以说 耗宝HT一方面 我们在提升电量 我们的电池包的能量密度 已经达到了180千瓦每千克 比两年前的单电芯的密度还要高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电区技术上面进行死磕 精细化地降低我们的电耗 耗宝HT一采用了800伏的碳化硅的模块 以及超薄的硅钢片材料和低摩擦的轴层 等等这些技术 让我们的夸克电区达到了10.5千瓦 每千克的电机功率密度 在同等功率下 我们的电区系统减重了10公斤以上 所以说我们很自信地说 耗宝HT一做到了同级最低的电耗 在中大型的SUV上面 我们的百公里电耗仅为13.1000瓦斯 所以说毫不夸张地说 耗宝HT的夸克电区技术 至少领先对手两年以上 这里我们讲个小小的插曲 在不久前 小米雷军种发布会上面 对我们更优异 雷种是否也应该给我们点个赞 因为之前雷军种 已经去体验过我们耗宝的 超级充电桩了 所以说我们欢迎他今天有机会 也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耗宝HT 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你们不把它 四舍五入一下 变成830公里的续航 我很自信地说 耗宝HT在这个级别里面 已经做到极致了 可以这样讲 在两米九轴距左右的 中大型纯电SUV里面 825公里就是一个标杆 就是一个极致 多一公里也不会有 在本次无人区的一个续航挑战中 我们耗宝HT的实际续航是达到了 跑得远 关键 还要冲得快 二零二四款 耗宝HT配备了 800伏的特高压快充 15分钟就能补能 425公里 我们刚才说了 今天我们所有 耗宝HT的续航 全和充电 主打的是真实 我们不像 行业的友商 他们在说 自己的续航充电 充电快的时候 他们把是哪个比 他们只是说 那我扔了 把这个客户经常使用的场景 把它掰碎了 掰开来讲 我们先讲一个紧急充电的情况 当你的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10%左右的电量 我想快速不轮到 30%以上的时候 耗宝HT需要多长时间 4.9分钟 5分钟都不用 而我们最常用的 补能体系 一般是到80% 也就是说50%这样的时候 我们需要 我们客户使用场景的情况下面 我们能补能补得快 而不是大家做了一个数字游戏 而为了耗博车主的补能无忧 耗博品牌在推出之路起 就打造老家的建状计划 目前我们已经进一步计划到了 快广进的全球高密度补能生态 在产品交付之前 我们已经布局了超过2000个以上的超充装 而随着我们耗博系列产品的上市交付 我们进一步加快了我们的充电桩建设 目前耗博的专用充电桩已经超过了7084个 位列中国品牌数量第一 而耗博即将启动的2025年的一个万装计划 我们还进一步建设更高速率的 1000伏的高压平台的超充终端 我们的目标是 1万个充电桩起不设上线 我们的充电桩的数量要超过特斯拉 此外耗博还与国家电网特莱电等头部的充电企业 打造了顶级的充电联盟 覆盖了全国90%的充电桩 每三个加油站就会有四个充电站 为耗博的车主服务 让充电比加油还要方便 在这里我们要为耗博的车主们 小小的凡尔赛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正式宣布 我们的决定就是 耗博的充电桩 目前仅对耗博的用户开放 不考虑对其他新能源用户的车主们开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为耗博的车主 打造专属的优越感 在我们强大的产品力 和强大的补能体系下面 我可以很有底气地说 耗博HD双800 不必妥协 选真诚 过去我们在谈到百万豪车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它搭载了最前单的技术 现在什么代表最前单的技术 我们认为首先是智能驾驶 它是精英家庭出行必不可少的基础配置 但是目前的自驾 大家都知道水平是参差不起 而我们有些品牌天天说自己开城 但是你会发觉 在这个城市里面 哪里难开 它就哪里断开 所以说让消费者觉得 自驾是一种自伤税 而耗博 全球领先的 Artigo Pilot自身驾驶系统 我们打造的目标是 开一层 进一层 我们还是从具体的客户的使用场景入手 一步步地解决每个城市最难的场景 我们认为只有攻克了这个城市里面最难的场景 才代表着这个城市 99%以上的场景才可以使用 而且还能够用得好 所以说耗博的自能驾驶 就是让车主敢用 好用 才是好的自能驾驶 我们今天身处在北京 北京最难走的就是西直门桥 它的整个逆角桥的造型 像一个中国节一样 最复杂的转弯 从西向南 90度的一个转弯 要经过810度两个以上的圆圈的循环 但是耗博HT能够精准地识别 复杂的过弯道路 同时 针对不清晰的路标和拥堵的路况 也不在话下 我们反复多次的测试 耗博HT在这个逆角桥上面 能够百分之百的正确弯道通行 比10年老司机还老司机 为什么HUBHT可以做到如此的自驾 我们在硬件方面 搭载了全球最顶级的自驾硬件 包括新一代固态可变胶激光雷达 All-in-X芯片 还多了两个前项毫米波雷达 而软件方面 Artigo Pilot的智能驾驶系统 首创了可持续OTA的自学习导航技术 实现了不依赖高精技图 就能全方位精准地感知周边环境 而在我们引以自豪的算法层面 HUBHT独创了路口单到单的模型 经过对数十万个路口的训练 即使面对复杂陌生的路口环境 通过精准地预测周边的车辆 和行人的相关行为 我们在路口的算法 是采取博弈的算法 智能的决定是减速 还是停车还是继续通过 在最佳的驾驶时机 以最适宜的路线通过路口 所以说我们很有信心地说 无论是面对都市的复杂路口 还是乡村的狭窄小路口 HUBHT都能应付自如 最好的能力通过我们的路口 我们的规避能力领先同行 百分之三十 不仅如此 HUBHT还首创了兼顾安全和通行效率的 博弈场景算法 在面对交通拥堵 或者是后方来车的情况下面 HUBHT不仅能够在便道时 进行抢先的贴线等待 必要的时候还会主动进行 抢占便道的机会 在极小的空间里精准地完成便道 凭借这一创新的博弈算法 HUBHT实现了高达99%以上的便当成功率 远高于友善 HUBHT的应对每一次便道 我们有最先进的软硬件 最安全的自驾体验 最强大的场景覆盖 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有底气地说 我们不喊遥遥领先 我们坚持自己先人一步的科技享受 让百万级的科技触手可及 而事实上 目前HUBHT已经具备了 无图自家的全场景覆盖能力 不仅中国大陆地区能开 我们还在香港 曼谷 米兰等海外城市 做了大量的路适 可以说HUBHT全球都能无图开 而且我相信越开越好开 百万级的自驾 无图全球通 2024款HUBHT 我们搭载的城市NDA功能 4月上市 立即就会开启 6个城市的内测交付 而在3个月以后 我们会在41个城市开放 9月份将在全国开放 在智能驾驶之上 更有美学艺术 HUBHUBHT的理念就是打造科技艺术品 HUBHT的外观是以引刃入水的理念 缔造了美学的新牛派 基于水滴的液体动力学原理 用液态金属的雕塑手法 让冰冷的金属有了温度和张力 优雅的曲率和流动的光影之下 雕塑的基尼感 轮廓界限 2024款HUBHT 我们新增了 幻语蓝 亮子红 香槟粉 这些新的外观颜色 而我们的车漆 也采用了巴斯夫 新一代的珠光 包袱形的铝粉 在多种角度下 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更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同时我们类似也增加了 雅城中 波尔多宏 几个主题 提供更多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 作为世界的时尚艺术中心 米兰所代表的世界 更加注重体验 而不是单纯的美感 HUBHT 我们的类似设计团队 从米兰新车中 获取了灵感 融入了简约技色的 设计思潮 开创了极富艺术气息的 米兰新车的设计风格 而在美学的基础上面 我们的智能桌仓 打造的是舒适体验 我们调研发现 60%的用户 在选择SUV的过程中 都将陈硕舒适性 作为首要需求 而在长途的远行中 更是如此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 长时间处于一个 封闭的空间不动 极容易产生疲劳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近距离的舒适 只是基本功 远距离的舒适 才是硬实力 为了让浩博HT的座椅 支撑柔软和硬度适宜平衡 更适合人体曲线 我们的团队研究了所有主流 豪华车型的座椅 特别是对弯流飞机的公物座椅 进行的研究 从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在浩博的座椅上面 采用了动态发泡工艺 我们从纵向分层来看 相比传统的外硬内软的发泡工艺 浩博HT采用的是 外软内硬逐层叠加的工艺 让人如坐云端 横向分区来看 以我们的囤点 中央作为原心向外 逐渐增加各个发泡层的硬度 根据人体舒适的感知曲线 提供不同的包可度和支撑度 我们实现的是 坐着很软和久坐不累的 双层舒适标准 我们在长途的时候 大家知道 座椅的角度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在短途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的移动的时候 135度的仰角 应该说是最常用的一种仰角 但是一旦长途旅行的时候 这个舒适度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说我们对浩博的后排座椅 进行了结构角链的一个重新优化 实现了业内唯一的130度仰角的座椅 让我们的舒适设想程度提高8度 到目前来看 能够让意见连躺平的 只有耗博HT 再加上我们22个扬声器的杜比全景声音响 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幕 良好的车内静谧空间 耗博HT 就是让远途也成为舒适的享受 刚才讲了很多物理层面的享受 我们还要给它注入灵魂 让耗博HT成为人类亲密伙伴 才具有的感情和思考 我们认为每一次的语音交互 不仅仅是指令的传递 更是情感的交互 通过与我们合作伙伴 科大讯飞的合作 耗博HT创造了 多语超理人的 Adigo Sense的AI大模型 支持超过十轮上下文的理解 功能的服务丰富度提升了30% 而大家最关心的响应速度提升了三倍 理解指令的基础上面 通过独创的语音识别 和自然语音处理技术 耗博HT能够感知情绪捕捉语调 解读你的意图 你只需要告诉耗博HT 我热了 它就会自动地为你调低空调的温度 你说我看不清路了 它就会自动地打开大灯 为你调节灯光 堪称用户的最佳队友 最佳队友还很聪明 他能够为你开启艺术之旅 只要你对我们的耗博Article Sensor 说一句 你好耗博 我想在梵高的星空之下 加一座古堡 我们的AI大模型 就能自动转化 为你在世界的名画基础上 打造为你的一幅专属的精彩烙印 你也可以说 你好耗博 我想看一个巨龙的赛博朋克的城市上空 它也会为你凭空生成一幅赛博朋克画风的精彩作品 而且它还能对局部的颜色和细节元素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你想要的创意效果 它会成为你车技上的最佳壁子 Hub HT还有一个独树移植的功能 它可以复刻用户的真实的声音 我们带小朋友的家庭 如果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把妈妈的声音提前在车机里面进行录入 它就会让妈妈的声音来给小朋友讲故事 所以说即使母亲不在车上 我们的爸爸也能够把小朋友安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妈妈的声音在为小朋友讲故事 这就是我们自尽化的AI大模型 懂艺术的天才队友 我们这位队友不仅懂艺术 而且还有深厚的扎实的底盘功底 上市以来 Hub HT已经被誉为电动卡验 既然要对标超好 我们的目标就要超越超好 作为精英家庭喜爱的中大型纯电SUV Hub HT的轴距比卡验要大40毫米 但是我们的最小转弯半径 比卡验还短150毫米 只有5.6米 就算遇到狭窄的双向单车道 我们超过5米长的车身 也能一把掉头 所以说我们很自豪地说 大车开起来也很灵动 而我们精英家庭的用车场景 是非常多的 在家庭出行的时候 追求的是平稳舒适 而自己独自驾驶的时候 追求的是能够激情的狂飙 而Hub HT实现的就是既要还要 所以说我们的底盘调教选择的是 舒适的狂飙 我们在全国建立了100多个路况的大数据的仿真模型 并通过数据的优化 橡胶称套 悬挂结构 减震器的设计 我们数字底盘的加入 打破了以往的开发逻辑 给底盘强大的改制能力 用动态的数据 智能的控制车身姿态 做到了 跟车不点头 过弯不倾斜 这就是Hub HT的卓越性能 大车也灵动 舒适的狂飙 Hub HT上市半年以来 提起Hub HT的朋友们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同级独一无二的欧一门 让我们再次欣赏一下 我们同级独一无二的欧一门 在我们刚刚结束的 泰国车展上面 Hub HT的订单用户 99%的都选择了欧一门 在国内 欧一门也同样的深受 精英家庭的喜爱 我们的明星车主 易建连就是欧一门的铁杆粉丝 作为同级唯一的欧一门 不仅是潮流出街的利器 更是开启精致生活的神器 2米3的打开高度 雨天下车 你可以从容撑散 精英女性下车的时候 能够像走红毯一样的优雅下车 行动不变的老人和孕妇 不用弯腰 也能够昂首地 舒展地 乘坐后排 尤其是抱着小朋友的宝妈 不用弯腰低头 也能够把你的宝贝 稳稳地安置在安全座椅上 这么棒的功能 可能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一直没有普及 因为这项技术的科技含量 是极其高的 目前全世界仅有 特斯拉的Model X 和浩博的HT 配备了两段式的欧一门 2024款的浩博HT的欧一门 实现了载进化 我们门上搭载的雷达 总数高达12个 我们还突破性地讲 高阶自驾中的毫米波雷达 用在了车门上 也正因为如此 在极限车位的测试中 2024款浩博HT 形成的极限场景 还能打开的这样的场景 比Model X还多11个 是全球唯一的 这样的一个 全场景适用的欧一门 因为稀缺 而显珍贵 在刚刚结束的广交会上 李强总理在巡管的时候 一眼就认出了 浩博HT的欧一门 并且兴致勃勃地 进行了四成四作 我相信能被总理肯定的 肯定是最棒的 当然除了外观 内饰 配置要豪华以外 更不能忽视的就是安全 浩博HT拥有全球标准的 顶级安全品质 我们的第一代弹侠电池 投产以来 已经实现了80万台 零自然的至高成就 而浩博HT搭载的 弹侠电池2.0 更是创造了业界 唯一的枪击不起火 此外 我们更是按照 CNKP五星安全的标准 守护每一位成员 这就是2024款浩博HT 以全球的标准 硬核升级 豪华越级 下面 我宣布 2024款浩博HT的 价格及权益 首先是 可换电的 550后驱充换版 升级全新的 豪华类似 限时赠送1.2万元的 豪华尊享包 内涵 NAPA真皮 前排10点座椅 按摩座椅等 售价 21.39万元 670特高压 激光雷达版 自驾升级为 全场景覆盖的 陈设NDA 还限时尊享 价值2万元的 Hyper Pilot 自驾选装包 售价 24.99万元 接下来 是我们今天 最重磅的 双800的 版本发布 825特高压 自驾版 续航增加 155公里 跨省 不充电 售价 仅仅为 24.99万元 825特高压 激光雷达版 搭载 城市 NDA 追缘的 Hyper Pilot 自驾选装包 售价 售价 26.99万元 最后是我们的 欧易豪门 825欧易 激光雷达版 售价 32.99万元 今天在北京车展 我们给大家 也带来了 重磅的 真相礼包 即日起 至5月31日 下定的 Hobo HD车主 真相超 2万元价值的 终身免费充电 真相 终身免费保养 尊享 终身免费 安心送庄到家 更有一系列的 金融政策等重磅权益 综合价值 5.9万元 全部送给大家 是不是仍然意犹未尽 我们再送一个彩蛋 大家都知道 浩博是广东红远队的 最佳队友 现在已经进入了 如火如荼的 季后赛期间 我们 想和广大的 车主朋友 球迷朋友 一起为 红远队 呐喊助威 所以说 我们会赠送 浩博HT825 欧易激光雷达版 奖励给 红远队 在季后赛中 表现 优秀的 王牌球员 浩博车主 能获得什么 我们推出 浩博 助威力 宏远助威力 即日起至 5月31日的 季后赛期间 所有下定 浩博HT 欧易激光雷达版的 和选装 欧易门的朋友们 均可享受 2万 抵6万的 膨胀金权益 同时 我们许诺 如果本赛季 红远队夺冠 2万 膨胀金 全额返还 给我们的 车主朋友 让浩博HT 与红远队 一起加油 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肖总 谢谢肖总 精彩的致辞 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 冯总 谷总 刘总 张苑 肖总 Panthers Jask Tom 共同登台 合影留念 有请 谢谢肖总 谢谢肖总 明镜与点点栏目